各位親愛鄉親父老兄 音質的大家好 七天的北海道道東 大吃大喝去了 出發 車來啊車來啊 往中方向的 這一台這一台 來我們車牌號碼是114號 七天都坐這一台了 這邊最有名的柏勒興 傳媒大飲料 這五瓶都要買的好讚喔 好壯觀喔 排隊結帳 八瓶 八瓶 用這個裝 到馬 買兩箱 很漂亮的 Lobby 低隆本館 分別最出名的喔 晚上跟他租了這一間 客人要在這裡 聊天 喝兩杯 餐廳很大 很漂亮 撈到飽 碰碰餐 碰碰餐又來了 碰碰餐 碰碰餐 分別第一隆本館 碰碰餐 很不錯喔 這一間Hotel 大家好 大家早安啦 看到我後面好多煙嗎 那個煙阿 就是那個地底下冒出來的溫泉的蒸氣喔 不是那個火災的煙阿 別誤會 這裡是燈別溫泉 七天的往道東的旅程 今天第二天阿 いきましょう喔 看一下大自然的力量 喔好酷阿 這個煙 這裡叫做全園公園 就在第一隆本館的對面而已喔 全部是煙阿 都是硫磺味 這次是跟日本當地的旅行社 J Style 合作喔 老闆就是很出名的Jelly 地獄谷的路邊 隨便都有這種 這是鬼阿 鬼的造型人物 今天的地獄谷 應該說初冬的地獄谷 黑海道三大溫泉之一喔 登別溫泉 最出名的是硫磺泉 光這個登別溫泉阿 日本全部有十種的溫泉的泉質 登別溫泉這裡 它因為最上面是硫磺 下面還有種潮泉 碳酸泉等等 全日本十種泉質 這裡就佔了五種喔 非常棒的地方 泡完之後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喔 這些美味求真阿 這個叫包丁種 就是供養這些菜道啊 因為它有切魚啊 切鳥 切鳥就是切雞啦 不是切那個鳥 還有菜啊等等 供養的地方 北國牧場 現在有 迷你馬的秀 然後勉強 各位嘉賓 來不可見 阿 然後大家 上次 到最後 現在 馬上 我們 走 走 右 正 好 好选好选 好选 好选 哈啰 很有氣憤的餐廳啊 和牛漢堡肉 豬排 不錯的餐廳喔這裡 蕎麥麵 加了牛肉就有點像牛肉麵 退休的賽馬 走 這些都是那些賽馬退休的 他的戰績14戰7勝 他得過G1的天皇賞 真不容易喔 喔這個很難啊 有一隻氣勢的呀 哈哈哈哈 我要血統的 之前的那種很長 好長的馬尾耶 啊一樣啊跟狗一樣 老了那個鼻子都會褪色 乖齁 乖齁 好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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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馬尚 這邊都是騎士的名稱 騎手啊 有人看了也不知道 喔 喔 哪裡咧 這裡叫櫻根啊 石聖地方 帶廣的櫻根 這裡是 喔 修習站 旁邊就是很大的那個柳越了喔 這個欄杆是真的吧 對對對 這個都是白花木啊 白樺巴 隔壁這一間好大 看到了嗎 柳越 六月 坐得有點像城堡啊 帶廣店 裡面就是這樣了 最出名的喔 這個椅子 三方六 昨天講錯跟客人講 三萬六啊 呵呵 柳越 ヤマダ電器 大型電器 大型電器店 喔齁 什麼都有 好多攝影器材 太多了逛不完 4點15分啊 天就這麼黑了 站立屏 好 傳統的和室 這個是郭島最喜歡的房間了 喔這個不錯喔 因為很看像牙齒 可是這個就是 那個象徵那個白花木啊 白樺巴 不錯啦 溫泉大概都還有這個 小點心 小點心 那在他的商店都會有販賣的 風舟亭 那客人的房間更不錯啊 裡面是 有一個小的露天風呂喔 十勝第一 風舟亭 來吃飯來這裡齁 來這邊有十位 那邊有八位 看怎麼做 有喔 有喔 OK喔 那泰泰呢 要去拿東西 喔好 阿他知道這裡嗎 阿知道我們在這裡嗎 水源 泡米喔水源 十勝和牛 喔 壽喜燒 哇 好大坪 一公升 喔 這個Jerry老闆 糖酒給人家啊 社長真辛苦啊 乾杯 很開心啊 蒜蒜鍋吃到飽喔 這是豆乳的 現烤牛排 現炸的蝦子 不要太貪心 吃這樣就好 十勝和牛 我們壽喜燒 喔 一袋 有這樣烤蝦的很少啊 不錯不錯 準備開動了 一袋要緊張 氣氛好 燈光美 好像撇板燒 草根 建雪入口 池田葡萄酒場 好 來我們進來 先到地下二樓 一進來就有聞到這個葡萄的香味了 那我們很明顯看到這些桶子啊 很新啊 很新 這是新酒啦 要經過一年的時間 靠這個橡木 來讓它熟成 所以這裡的溫度跟濕度的管理啊 它是管理的很好 就是恒溫 那像我們右邊看到的酒架就是很有歷史的 包括當時出貨沒有賣掉 它就一直把它擺到這裡 可以看到上面是什麼 這個橡木桶 這個橡木桶都是以前用過的 它用完之後把它做成這個樣子 就變成很有味道的一個地方 很有價值 加上葡萄酒 整個不一樣 兩組啦 一組850 紅的白的 再加上粉紅的 再加上粉紅的 試喝八百五 這個是新酒的 2023年的 白酒紅酒 在改裝的很漂亮的 這個磁田酒廠 這個好漂亮的空間 1963年 艾奴山葡萄酒 這讚喔 這座水 這間都是活蟹 還有這個生干貝 尼尼尚すいません ちょっと取りますね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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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都可以自己選 然後加在飯上面 聖手洞 就是這個 這裡都有座位可以坐的 每天都很熱鬧的 這裡叫做河商市場 這裡 它就在穿路車站的前面 這裡 左藤商店 活蟹好多喔 好多喔 這個活蹦爛吊的 活蟹 3.2kg 3.3kg 3.2kg 3.3kg 6.3kg 4.3kg 3公斤以上 3.4kg 3.3kg左右 哇這個很活潑 這個四個人吃得完嗎 可以啦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那個殼去掉之後 你覺得還有多少肉呢 就是那個海膽 新鮮的嘛 新鮮的啊 對啊現在這個都活的 要是活的 活的味道是不一樣啊 哦 它跑出來了耶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 回去 你還在找老闆做的事嗎 我看老闆也很老 這個齁 來它會放號碼 在這裡 重新鮮的呢 深蒙海鮮 雪場蟹 這個是那個一種魚的卵 叫做雪子魚 那個牡丹蝦也很讚的喔 牡丹蝦 啊這個是北極貝 看起來好壯觀 好吃耶 這材魚又是外 它就把殼拿掉 哇這個都是讚的 這個 這個都是那個大腹 摩摩托龍 漂亮 這個光看就是一個藝術 對 擁抱 來四號的好了 四號在哪裡 四號在哪裡 四號 四號 四號在哪裡 四號是誰的 走 走 走 四號四號 來 請好好的延續它的生命 來一號一號 一號一號 來要自己撿還是他幫你撿 他幫我們撿啦 他幫你撿齁 呵呵呵呵 就是ですね 就是ですね 手腳俐落 腳手很厲害 這邊就是幫各位撿好 然後直接就可以吃了 不用自己撿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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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湯汁齁 漂亮 這個我們自己撿不來的 這個我們自己撿不來的 OKOKOK 謝謝 喔這個很補喔 好可愛喔 喔 他都擺得好漂亮 好漂亮 開動 愛完照就開動了啊 好 開動 這邊都是三公斤的 溫根內 塗木道 現在是修理啊 所以只能走這裡 自然的天然的風化 不要用人工介入的方式 是是是 它就是一個原始的森林 那現在十一月啊 已經冬季了啊 冬天了啊 快來要熟悉啊 有沒有像這個都有水 絲園嘛 溫根內 母島的話 夏天才有喔 其他就是這樣了 這裡叫川露絲園 也就是川露國立公園 好 好 丹頂賀 實際上這麼大 成鳥 丹頂賀在飛 對 裡面的資料板 骨頭的那個斷裂麵 來的路上就有看到一隻路邊 有看到了齁 蝦遺路 很多啦 一環就過了有這個角 喔 是領養還是什麼路啊 蝦遺路 這裡叫La Vista 海船 這個海鮮鍋也不錯啦 琥珀色 La Vista 餐都是出名的 就是很好吃的馬丹蝦嘛 有整個反韓的 不錯的干貝嘛 哇這最漂亮 黑尾爺 沙門 今天叫做La Vista 阿韓窗 我們這個床不錯 La Vista系列大概都蠻不錯的 又精緻 而且你在這裡講話 自己講話大聲 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喔 好特別喔 這裡 竟然有個洗手台啊 然後 欸不會吧 洗手在這裡 會不會沒洗手間啊 看一下 有吧 這裡 燈燈燈燈 開燈 按錯了 喔 零 溫泉 哇這個 太快了 看起來不大 但是這個 檜木的耶 檜木溫泉 白天就可以 有點半露天風呂 蠻不錯的喔 這裡 喔 每個房間據說 通通有這個溫泉啊 這個是 喔洗手間 這個是艾奴的圖騰了 這個床還蠻佩服的啊 這個床還蠻佩服的啊 這個已經是兩個那個 基本的小雙人床加在一起的變成這樣 超級大雙人床 你看夠大吧 這裡有個按鈕 喔 給他一按 喔 有了有了 聽到聲音了嗎 耶 溫泉出來了 檜木的喔 檜木 好溫泉喔 早安 不錯吧 有聽到溪流聲吧 這個叫做阿涵川 這間叫La Vista 餐食都很出名的 很有氣氛的Hotel喔 這個叫薯條山兄弟 在北海道 Color ride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司機 人很好喔 台灣的客人 一言願意願意 北海道ですね 北海道 神秘的摩州湖 漂亮啦 從展望台下面 這裡也可以拍照的 拍漂亮的完美照 好 摩州湖 哇 我們街裡老闆請吃生蠔 生蠔 這已經可以吃到飽了耶 謝謝老闆請我們吃厚岸牡蠣 謝謝老闆 每一團都有嗎 每一團呢 想想看 垃圾處理很麻煩啦 謝謝老闆 喔 讚讚讚讚喔 你這裡面有珍珠吧 有沒有珍珠啊 漂亮 這個真的好 這個真的好 真好真好 沒關係有多少 我們拍多少 來站好 把臉都露出來 很開心 很開心 吃生蠔就開心 來這裡就沒看到 來這裡就沒看到 想像那個雞蛋就是這樣被弄熟的 聽聲音喔 這個叫 自然的呼吸聲啊 我們街裡好厲害 當超人了 再過去就不行了 整到這裡現在有圍起來 以前沒有圍起來 現在只能到這裡 這個就是大自然的呼吸聲了 哇 羞 曲斜路湖的沙灘 沙灘啦 沙灘的上面的牌子叫沙灘 這都是天然的 野生的天鵝啊 白天鵝 從西伯利亞飛過來的沙灘 這個可以摸嗎 不要比較好啦 畢竟是野生的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了 不要放手上 不要放手上 畢竟是野生的鳥類 不要去摸到牠會比較好 不會痛 受傷滑不來喔 不要用手啦 不要用丟的啦 不要用手喔 安全比較重要 有沒有喔 因為是野生的 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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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很餓啊 從這裡這樣平的有沒有 開始挖 這樣就有水了 你看嘛 現在看起來已經比較濕了 真的耶 有沒有開始 這裡已經開始有水了 有沒有 真的耶 而且你看我沒有挖很深 溫的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你等一下摸摸看就知道了 越來越熱了 來 你等一下摸摸摸看 來 溫泉 溫泉 真的耶 真的耶 我摸這裡是熱的 真的耶 真的耶 對啊 這樣就有溫泉了 上面吧 下面是這樣 所以隨便挖一點就有了 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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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摸摸看 欸真的耶 就是這樣我們可以泡腳了喔 就溫泉嘛 溫泉嘛 溫泉嘛 吃成這樣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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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腰的啦 要做腰的 嘿嘿嘿 要做牠的喔 牠可以泡 牠可以泡喔 你看我都沒吃 牠就沒吃了 現在把它弄好了 要要要吧 對對對 喔這個有衣服了有沒有 阿姨泡下去有沒有 喔 恥ずかし 這個現在不好買了喔 那個毛巾 沒吃了 沒吃了 您別有目的嗎 我老公喜歡的 喔真的喔 真的喔 阿牙牙牙就穿好了 喔 他穿穿海海的就好了 厲害厲害 一千一一千一一千一 現在這個很少啊 以前很多 沒有青 要海海啦 要海海的啦 你看海海的就更有青喔 你那種海海應該英文都更更吧 上下上下 有啊有啊有啊 現在半透明啊 你們兩個都搶什麼 你們 一千一一 穿比脫困難啊 對對對 現在變 穿衣服了 你看有穿喔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看 試一下 一千一一 一千一一 泡進去就有了 喔 然後轉一轉 他那個旁邊 三百一塊回去也挺好 不用出門看了 在家看就好 喔 還剩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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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沒關係沒關係 這很有效果 可以拖一半的 也可以 可以半裸全裸的 半裸全裸 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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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埋條埋條 不錯不錯那邊有 那邊有 這就是天然的露天門餐 有給它勾備 肉屁股 這叫曲弦路湖 河晴半島 探險步道 走到這裡都要小心啊 下去就是斷崖旋壁了 這裡下來有樓梯了 曲弦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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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四十分鐘還是有代價的 很漂亮的這個展望台 曲弦路湖 這裡叫做 親口之地獄展望台 一望無際啊 就像一幅畫 漂亮漂亮 曲弦路湖 曲弦路湖繞一圈了 走一個鐘頭 那個倒影啊 倒影很漂亮 拍背影 那我也進去啊 好 來 等一下喔 假風了喔 創意料 不錯不錯 巴士來了 來 今天第五天了喔 司機隊提早 像我們約八點半 現在八點才十三分吧 司機隊提早來 而且司機都住不同的地方 蠻辛苦的 都要提早出發 謝謝 上船啦 阿寒虎遊船 這叫佛舟號 周圍都是HOTEL 阿寒虎遊船 十一月十九號的阿寒虎的景色 到了冬天這裡全部會結冰的喔 這個湖底下 有全日本這裡才有的 MANIMO 也就是綠球藻了 光光明北 這裡啊 這個阿寒虎是全日本風氣品質最好的地方喔 來這邊一定要用力呼吸一下 身體好啊 前面就叫熊阿寒虐了 對面那個叫做池阿寒虐 下船下船 謝謝 全日本北海道空氣最好的地方 這實際上的綠球藻 還有龍心喔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它就是都很圓 然後毛茸茸的 有點像那個啊 我們叫天鵝龍那種東西 它是藻這樣一隻一隻出來 然後自己慢慢捲曲 然後在裡面一直捲曲 捲曲捲曲捲曲放大 它是這樣子長大的 光那個小小的這樣啊 大概就要一百年了 沒有生命啊 它有生命啊 它是一個植物 你就講它是一個海藻 就對了 這個大概要兩百五左右囉 這個超過這個三十公分啦 它一開始就像這樣 細狀體 再來細狀體的集合 所以看起來還不是圓的 這是一個海草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慢慢像這裡 來到這裡開始 它慢慢的要變圓了 它在裡面圓的裡面 開始成長成長 它到這個地方它就變圓了 還圓了之後變這麼大 它就大概空洞化了 這樣就是 這個就叫麻尼蒙的一生 綠球藻的一生 好可愛的麻尼蒙 阿涵湖愛奴村 很大的貓頭鷹 叫做福嚕 哈囉 現在是11點了 比較沒什麼觀光客 喔不錯喔 涼的烏龍麵 這裡叫銀河鐵到21 上面就是車站了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這裡叫做道路的車站 也有餐廳 足跡 來這裡是大雪山國立公園 叫三國嶺啊 這裡現在是積著雪的 可以眺望 這裡是展望台 這是今天霧霧的 看不到 這邊屬於大雪山國立公園 這是今年的雪了 大雪山的雪了 那這個都是那個 已經被清過的那個冰 也就是道路清過來的 呵呵 沒辦法算了 喔喔 最近還可以回來 廁所都沒開喔 到了陳英霞的銀河流星瀑布了 這裡是銀河瀑布 這裡呢下了雨 所以河川的水流非常的急 流星瀑布 這裡是陳雲霞了 龍就是瀑布的意思 還有流星之龍 銀河流星瀑布 可能透過螢幕看起來沒那麼壯觀啊 你人要在這裡啊 感受這個風 感受這個聲音 感受這個氣勢啊 陳雲霞的流星瀑布 他在走過去比較銀河瀑布了 這邊啊現在溫度大概0度左右 所以旁邊還看得到有雪啊 通常大概十分鐘鼻子就會紅了 風又吹來 沒關係 車上都有暖氣的 很漂亮喔 陳雲閣 很溫暖很溫暖 不錯的空間啊 來看一下陳雲閣 去年有來拍他的那個Lobby 沒有來拍他裡面 先看一下這裡有什麼 喔 浴室啊 很不錯喔 這個是 浴缸 喔這個就是洗手間了 榻榻米上面有床的喔 這個是很... 不錯不錯 真的不錯耶 這個窗戶 照慣例 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看得到嗎 沒什麼景色 他的房間大概都有33平方米 就雙人的 這個等於是 算和陽市了啦 這裡竟然有這個金庫啊 還分三個啊 保險箱啊 哇 今天是第五天了 第五天的住宿 也是我喜歡的榻榻米 上面還有床的 這裡是陳雲閣 也就陳雲霞的陳雲閣Hotel 這間在疫情期間 整個大班修 蠻不錯的這裡 有機會來住住看喔 這置物櫃太大了吧 啊我知道 它這個就是讓你放行李箱的 然後不用放在榻榻米上面 這樣會弄髒榻榻米啊 所以這個設計真的很不錯 然後小東西 手錶啊項鍊 你就放一個 早上離開的時候 就全部把這裡拿走 就不會有東西忘在房間裡面了 看一下它的浴衣有沒有變漂亮了 喔不錯不錯這個花紋 等一下穿這個去用晚餐了 沙布沙布 松葉蟹 神魚片 很大的會場喔 旭湯在這裡 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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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震撼了 我已經鴨雀無聲了 18個人包這個場 這裡有44個座位喔 太厲害了 哇這裡好漂亮喔 非常好 真的是這次是VIT享受啊 要怎麼形容這個地方呢 日語叫做 素晴 完美 完美 謝謝 讚啦 開動 開動 喝得開心一點啊 我的晚餐在一樓 吃飯啊吃飯啊 陳雲閣的晚餐喔 自助式的 很漂亮的餐廳啊 這看起來不錯喔 這個布丁看起來好讚啊 布丁 吃到飽松葉蟹 鐵板牛排 甜蟹 甜蟹 每天都吃得 每天都吃得 每天吃得超級飽啊 每天吃得超級飽啊 這個叫營養早餐啊 我自己的營養早餐 我自己的營養早餐 有飯 灰魚卵 生菜 番茄 蛋 豬肉 甜不辣 布丁甜點 水 很完美了 聞這個味道很棒喔 對 燒彩的味道 陳雲閣 看看外面 哇喔 這些雪都白了啊 車子都白了 不是雪都白了 這個就叫陳雲霞了 南山酒造 每個人可以試喝兩種 他會給你專用的代幣 這個是有料試喝 這是他們的金牌酒 南山大飲料的 這是這個 試喝一百 冠軍酒 要拿杯子 乾杯 杯子在這裡 南山大飲料 這裡還可以免稅喔 南山造酒的庭院喔 很不錯的 這個都可以當道具來拍 好喝又好玩 又可以學習的地方 在旭川市喔 這邊是資料館的三樓啦 那三樓當然是 除了它的酒以外 來可以看它製造的米 所謂的布盒 就是它磨的米啊 你可以看這個38 這是磨掉了 百分之六十七 變這麼小顆 剩下米芯 大營量等級 都是要五十以上的 所以這個也是 它很明顯要大了一點 這個磨掉百分之四十的 還有包括玄米 這個就是清酒的原料 那裡面呢 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在發酵用的 還有製造 那這裡三樓資料館 還有展示這個傳統的這些器具 像這個 以前在裝米的 用的是酒米啊 這些器具現在就是 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的 這裡有一個電視 日語英文啊 中文等等 只要按這個鈕 比如說我按了 中文 那就開始了 介紹要花一點時間 這個跟版權有關啊 有興趣來這裡看吧 來其他的這個大酒桶啊 等等 都有在這個地方展示 裡面都是可以拍照的 OK 來這邊是二樓了 二樓有一些 就是歌模的服飾會的展示 跟當初放酒的等等這些東西 這裡就是工廠了 這是綠鍋用的這個鍋爐啊 我剛好看到這個 南 南山啊 台灣 友好店 還有這個啊 這邊都是他的獎狀 已經多到快拍不下了 本來只是四張開始 後來一直貼一隻 加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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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的 這個也是獎牌啊 都放不下了 連續四十七年 得過世界品質評鑑會的金牌獎的 南山大銀釀就是這個了 看清楚了嗎 四十七年喔 全部是 全部是 看不到的營業獎狀 反正就是獎狀喔 這個也是 從這裡一直貼過來 貼過來 貼不下了 有興趣可以來這裡參觀 有賣酒的都有這個 山樹球了 這裡就是南山酒造資料館 它也是清酒的製造廠 哇在這裡吃午餐啊 這裡好像皇宮一樣的 這個是禮車啊 結婚用的禮車 進來看看喔 裡面都是結婚用的場地喔 看起來都是精緻 甜點 好吃喔 捨不得吃它的感覺 老闆 客人吃那樣 我們吃醬是不是 吃醬嗎老闆 我們也吃得很好啊 我們也吃得很好啊 謝謝老闆 我們也是霸刺老闆 加薪齁加薪齁 就這麼大了齁 來到了白墟瀑布喔 已經是銀白的世界了 就到那邊就是了 看得出來水從哪裡來嗎 從細縫冒出來的 有看得到嗎 這樣整個山這樣下來 但是它不是這樣河流下來 它是從細縫冒出來 下面才是河流 所以這個在流的時候 今天水算小了 再大一點它整片都是白的 像白色的鬍鬚 所以它叫白墟瀑布 水也很清澈喔 看得出來 冬天的話 那個瀑布整個就會結冰了 一二三來吧 北海盜好玩嗎 多勝啦齁 耶 OK 白墟瀑布啊 真的這裡 今年第一個遇到積雪的地方 就在這裡 白... 白墟瀑布 附近就是青池喔 等一下過去 來小心走齁 有看到青澀的感覺了齁 然後倒影耶 今天有漂亮的倒影啊 青池 今天很漂亮啦齁 剛好陽光來了 又有倒影 到了冬季 五點以後這個青池會打燈 這個就是那些器材了 會呈現不一樣的感覺 來個特寫吧 就像一幅畫 鏡子的 可以看到這個雲 現在看到的雲是在地上的 天上的雲的倒影啊 很漂亮 很漂亮 綺麗綺 綺麗綺 哇這裡好漂亮啊 保亭流 哇喔 檢查一下 洗手間 冰箱 咖啡機 這麼多咖啡啊 這個是什麼 衣櫥啦 一進來就好漂亮的牆啊 這個是一片一片的耶 這一間是什麼 這一間浴室吧 哇喔 哇喔 不是溫泉 哇還透明的 富良野的保亭流啊 還真特別耶 很少看到這一種 那個玻璃啊 是透明的 浴室浴缸就在裡面 富良野的這個 叫做保亭流Hotel 然後那個對應也都很好 工作人員的對應 推薦 好漂亮喔 連樓梯都很漂亮 空空空間也太大了吧 大到不像話的 真的是 這土地不用錢吧 哇這個都不要錢耶 這個無料工藝耶 光喝這個 黑鏢的 炸黃啤酒 嘖嘖嘖嘖 沒辦法 水果汁 汽水 喔喔 真的讚耶 每個角落都設計得很漂亮 喔還有茶啦 這就是所謂的 他的Lounge 交儀廳啊 來我們來吃飯了喔 我們來吃飯了喔 來這邊五桌 每四位一桌 酒類喝到飽 酒類喝到飽 而且這個是富良野的紅酒 富良野的白酒 這個是情酒 好喝嗎 這個是可樂 這個酒精味有重耶 這個有 人家說那倒水啦 還倒酸啦 這樣喝肯定不行啊 你喝一口一定變好喝 烏尼泡 並不見 面前的啤酒 還有這個桌邊服務 現烤的那個 A5和牛 這間很無敵喔 天亮了 看看外面是怎麼樣 哇,這麼大 這個是薰衣草了 已經快7點半了 太陽還到那裡了 很不錯的早餐 富良爺,牛奶 米勒 這個算西式啦 對啦,西式套餐 還有飯喔 因為飯是另外跟他要的 開動 白天的大廳 很漂亮喔 這邊可以來這邊放空一天 過一個月也可以啊 常住 這間很推薦喔 有緣真的要來住這間 有緣 不過這間有一個缺點 12歲的小孩不能入住的 他就是希望要安靜啊 不是說所有的小孩都會吵 他們的規定啊 富良爺保亭流 這裡不收小孩子喔 來到了千歲的 Outlet的 Leader 還沒開啊 10點才開 從機場來這裡 10分鐘就到了 還有接駁車喔 免費 雖然少了很多店 但是現在很多店又開始出來了 像這個Coach都一直在 早上的這個Leader 還是沒什麼人潮 但是據他們這個information啊 這個服務台人員說 進駐的店鋪也越來越多了 相信不久的未來 這裡可以跟以前一樣繁榮 這個ABC Model是一直有開的 裡面有Nike啦 愛迪達之類的 New Balance也還是有開的 North Face一直開著的喔 這是攻擊牌 還有三個箭頭往下的 我不會唸啊 目前有進駐的店還是不多 絕大部分是原本的 需要大家來捧場啊 它的店鋪就會越來越多喔 千歲拉麵博覽會 就是裡面還有一些拉麵店 以前很多間啊 可是現在好像三間吧 ABC Model也有開喔 千歲Outlet裡面唯一一家的百元店 Celia的旗艦店喔 UMA也有開喔 運動用品大概都有開 這裡還有一個用花盆做的這個 機器人嗎 不會動吧 GAP 也都有開喔 這次很高興也很榮幸 能跟這個 我們的北海道女婿啊 Jerry 合作這個 這邊的導遊業務啊 今天玩得很開心喔 那麽 那麽 我們下次再見囉 到機場了 滿載而歸了 幫忙 bike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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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七天的车子 实际台巴士 蛮不错的哦 这一台 我的团号叫做 Japan Love Hokkaido OK 郭岛下班了哦 下次见哦 后会有期